中国女排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 为国争光 离不开她们在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和艰苦磨练 女排精神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 影响至今 近日 新一届中国女排在浙江温岭民兵训练基地展开为期十天的军训活动 备战即将到来的杭州亚运会 巴黎奥运会等赛事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天刚蒙蒙亮 今天的天气还微微下起了小雨 而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的队员们已经开启了一天的紧张生活 这几天她们将展开队列 基础体能 军体权 还有内务整理等科目的训练 全方位的体验军营生活 培养爱国主义和团结协作精神 那么接下来就请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看一看女排姑娘们的军训生活 早上八点 女排队员们正式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从最简单的动作开始 认真学习每一个细节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训 然后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能真正的做到另行禁止 然后以泄行动停指挥 比如在队列当中 叫到我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我要声音洪亮的达到 然后让我做什么的时候 我要回答试 基与班级之间的训练比拼 然后纪律比拼 我觉得能增强我们的集体荣誉感 包括也能增强我们团结协作的能力吧 女排队员中 作为军人出身的队长袁新月 再次穿上迷彩服 倍感亲切 训练生活中 她处处做表帅 当标杆 成为队员们学习的榜样 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 然后这一次的军训也让我回忆起了 曾经的作为军人的一些时光吧 我觉得军人的血线和我们在赛场上拼搏的精神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相通的 我也希望就是经过这次军训吧 我们队伍能够更加团结 能够在赛场上我们为国争光 如果说队列训练是为了培养队员们 吃苦耐劳 团结协作的精神 那么迭军背则是磨练他们严谨认真 细致耐心的作风 对于驰骋国际赛场的女排姑娘们来说 要想快速叠出一个方方正正的豆腐块 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看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被子 但是要把它就是像 像这按照我们就是军训的要求 叠成豆腐块 就是其实需要花挺多心思的 因为一些边边角角 就是不太容易注意到的地方 就是很容易去忽视吧 然后我觉得这些反应呢 就是平时我们训练一些项目 然后虽然是看起来一项简单 如果要是真的想做好 其实是就是由这些不太注意到的细节来就是打造的 据了解 此次军训还组织了升国旗仪式 革命优良传统教育 应征青年交流对话等活动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他们还是非常认真 非常的 包括那个 这边的气候可能会有点偏冷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克服了这个好多困难 包括有些运动员 他队列的时候会有点伤病 习惯节啊 腰会有点伤病 但是他们会 都会带着护具 坚持下来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意义肯定非常重大 希望他们通过这次军训 在后面的机战术训练方面 包括体能方面 包括意志品质方面 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 再有一个更大的进步